正是服刑的南非前總統祖馬獲准保愛就義 79歲的祖馬上個月初去到監獄外的醫院接受手術 當局說他將會留意接受更多手術 之後可以回家繼續治療 在監視下完成餘下刑期 期間必須服從指定條件 但未有交代他的病情 祖馬涉及多項貪腐指控 因為拒絕作弓被控秒釋法庭被判監15個月 他在7月初自首 事件觸發南非多處爆發大規模示威和搶掠 至少300人死亡